酒禰 蔡依林 好 我們先讓酒禰在舞台中央 拍幾張美美的照片 配合全新的造型 裡面有非常多值得歌迷珍藏的內容 稍後我們也讓蔡依林親自的跟大家分享 她其實是我在面對我自己的一段路程 然後 其實有發覺到很多自己不同的面向 所以 比較不常看到的是我比較恐懼 比較脆弱那一面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面向都是我自己 成長出來的路徑 所以包括在歌曲裡面啊 還有 在影像上面 我都希望可以呈現這樣子的故事給大家 其實我是在分享我的故事 透過我的音樂文字還有影像 來告訴大家 Ugly Beauty 其實在每一個人心中都是 這次專輯有四張封面 而且還是隨機的 我怕不怕那個粉絲就滑達的前身 其實 如果 預購版 大家 收藏不到的話 它有正式版 可以收藏這樣子 那 這次真的就是想要用日記的概念 來設計這個 預購版的 封面 對 然後 其實主要是鼓勵大家也多寫寫東西 這樣子 那Ugly這次有很多創作 是因為是換了唱片發展的公司 所以才會有比較多創作的公司 也不是欸 其實唱片公司跟創作沒有關聯 但 的確是我自己發自內心想要 說點話 然後 試試看 也不知道成敗這樣子 但是就是 我非得 這樣 因為我很好奇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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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